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自己看好不好 说撒风叫去 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跟你说点正事 咱每天说的不都是正事吗 你正静点 正静点 坐那儿 我问你啊 你哥 去哪儿了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 连阿娘都不知道 李哥要是再不回来 彩云就要嫁给别人了 什么 嫁给谁呀 他爹他娘 逼着他嫁给娶一棍 娶一棍 怎么回事娶一棍呢 你 你 你小点声 长话短说 就是 娶一棍借钱给他爹看病 然后他就相中彩云了 说彩云要是嫁给他 那些钱就不用还了 好他那个橘棍啊 他敢欠俺哥的女人啊 你哥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是不是彩云娘相中了橘棍 可不是嘛 你别看橘棍那么抠啊 他对彩云他们家可大方呢 别看那娘样可贼呢 我说呢 难怪彩云娘对我那个态度 行啊 让彩云嫁 让彩云嫁给那个曲棍 让他娘抱着金元宝睡觉 喊哥才看不上他们家呢 什么 李哥 李哥看不上彩云了 彩云哥 谁笑开来了 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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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会真的跟那个 男方姑娘 彩云 彩云 彩云好人了 那当然是真的了 人家姓萧的女孩考上大学了 人家他爹过来 就是先给他俩订个亲 说等女儿上完大学就成亲 你娘同意了 阿娘不同意能行吗 人家定理都拉来了 再说 阿哥跟那个姓萧的女孩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阿娘还只能同意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可完了 彩云这下可完了 你哥怎么变成这种人了呢 他说让彩云等 自己倒跟别人好上了 他还以为你哥 是什么老式人呢 你能不能不这样说阿哥啊 你取一棵烂蛤蟆 还想吃天鹅肉呢 阿哥不比他强多了 阿哥当然得找个好的 再说了 人家兄弟有钱 不信阿家穷 就看上阿哥人好 阿还跟彩云说不是定亲呢 这下可怎么办呀 实话实说 正好是顺了彩云娘的心了 这 这可难为死阿了 阿大 阿走了 阿走 阿 都给天黑了 再待会儿吧 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了 阿没心情 别乱说啊 别乱说啊 阿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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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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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姑 姑 姑 你好久都没来了 阿家有电视机了 快过来看电视吧 一昆 姑啊 不是来看电视的 是来看一昆的 一昆乖不乖啊 乖 一昆 奶奶在吗 奶奶瞎爹干伙了 那一昆去看电视吧 姑姑去找奶奶去 月儿 月儿 小元 你 你怎么来了 月儿 俺想找大娘问个清楚 问了 没呢 大娘在地里呢 蔡元 俺觉得 你还是别问了 怎么了 月儿 你是不是提俺打听到什么了 走 走 到俺家坐坐 俺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 这肠痛不如短痛 你要是去刘浴光她娘呢 那还不如俺告诉你呢 她 她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她让我等她呢 那她可能怕时间长了拖累你呀 只要她跟我说了 让我等多长时间我都不怕 为什么那时候可不算数啊 男人心里怎么想的 俺也不知道我 这不是真的 可我是 听刘一鸣亲口跟我说的 我跟她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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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呢也也没主意了 在于呢 我跟她不怕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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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没有 好长时间了 她就这样 不跟我们说话 谈静青的事吧 他不反对 也不同意 这严丑的就到中秋了 你这战线不能拉得太长了 要不去一棍那边不好交代 我们也没办法呀 什么话都说尽了 他就是听不进去 还是得想办法啊 还有什么办法啊 你是家长 你说了算 逼他 没用啊 他还动不动跟我们说 不要我们管 不能光用语言 语言有的时候显得很苍白 那你的意思是 行动 越激烈越好 越让他爬越对 你再说明白点 你再说一下 老舅 这这点事你还让我教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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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 怎么办 你说话呀你 非老扣舍了 最后啊 我给老秀出了个主意 不知道他做不做了 什么主意 能行吗 我这天啊 爷爷 我可不能活呀 娘 怎么了 我的 陈云啊 你可回来了 你家要去训事呀 我可怎么办呀 娘 您瞎说什么呀 他上午跟我说的 他不想活了 我才因为跟我开玩笑的呢 这不是走了到现在 给我们回来 这个怎么好啊 小娘 走吧 快去找你爹去 我去 你赶快去找你表哥 找我表哥干什么呀 你爹要是有个好得 就咱们娘俩 可怎么办呢 你赶快去吧 你找你表哥去 快走呀 我不能活了啊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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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表哥呢 表哥 表哥 表哥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俺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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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 他不想活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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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还活 我也去 我还去 快走 你偷路走着啊 我跟着 我 赶快 赶快去一会儿找着 你叫他干吗 赶快点 你有个什么事 不有个帮忙的人吗 还愣着干吗 快去 来了 他爹 你小心点 站稳了 可别滑倒了 人还没来呢 我 我知道了 待会儿你要裤子踩一点 知道了 你要见好就说啊 好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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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爹 你下来呀 你可别吓唬我了 你要死了 我可不能活了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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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你别这样 快下来呀 爹 爹 您下来 有啥话 有啥话下来说 行不行啊 半屏呢 赶快劝开你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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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老舅啊 你有什么话就说嘛 这不这些人都在这儿吗 我老了 说话不管用了 我赶紧死了算了 爹 爹 俺求你了 下来吧 俺求求你先下来呀 我求你的时候你都不答应 我不下去 我求求你了 来 爹 爹 爹 我已经非死不行了 我死了你就免赌了 半屏 你等会儿啊 是不是采云要是答应了你 你就下来了 他不会答应的 采云 你看你答应了吧 他又是真跳下来 你们家怎么办 采云哪 有啥 采云 你看你爹都这样了 你就别叫了 娘 娘 娘 你今天要不答应和取义柜定亲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你俩外扰 爹 你别闭眼了 我不逼你 我非死给你看不行 你要死了 我给你一块儿死 是 是 是 娘 你别敢捣乱了 行不行啊 爹 他是不是答应了 您就不跳了 您下来 是吗 哪好 我答应了 我答应你 采云 我答应 采云 您想好了吗 别瞎说 我能怎么办呀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到俺爹往下丢了 爹 俺答应了 您下来吧 爹 您下来呀 爹 爹 助任 爸 爹 爹 ad 爹 爹 爹 你 你 爹 爹 爹 那 enables这个助手 全更下去 Worlds 爹 爹 爹 喝喝 舅妈 有没有老舅那好酒 过来两口来 喝喝 多喝点 去喊 你个死老头子 闺女都答应了 你还跳水里 害得他们俩跟着你受罪 要不是他们呀 你还真见阎王爷去了 蔡云娜 你看你爹 都这么大年纪了 为了你的事 可吃这么大苦头 不会 再也不会了 你 你答应定亲了 安答应 孩子 娘呀仔细想了 你跟着衣柜呀 也亏不了你 那俺现在改口了啊 爹 娘 柳哥 俺就给你们做面条 大元 俺帮你 才懂得我的心 我 我 老婆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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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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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集团烈火 但其实烧成灰烬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你好 望着我哥回来呢 想你哥呀 又怕你哥回来 你说我哥偷偷回来一趟多好啊 都过十五了 一个人在外边 是啊 你哥这事情啊 也不知道能不能有个结果 不过他要回来了 知道彩云这样 你说还不得难过死 没缘分哪 怎么都没缘分 怨不了谁 老舅说呀 叫着取鱼棍 明天一块到他们家去吃去 这取鱼棍肯定是祖坟他冒清烟了 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取彩云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觉得彩云嫁给取鱼棍啊 比嫁给刘雨光抢 取鱼棍都会过日子 刘雨光就会惹事 你跟了他整天提个心掉个胆子 这日子没法过 哥 你觉得 你觉得取鱼棍和彩云这事 是你不撮合的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就是帮着人彩云家借钱 谁知道取鱼棍 他一眼就看上彩云了 那就是取鱼棍 早就相中彩云了 结果你又给了他这个机会 我给机会有什么用啊 那得看人彩云家 爸 你说刘雨光跟彩云好了多长时间了 人家彩云家不干 白搭 哥 那要俺以后也碰上喜欢的人 你要不同意 那怎么办呀 我说你是不是看上谁了 不是 不是 俺 俺就是觉得彩云可怜 俺可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那彩云还没扭过那个劲儿的啊 他现在对取鱼棍还没感觉 怎么可能有啊 人家刘雨光多爷们啊 人俩又是自由恋爱 那取鱼棍那么粘巴 还逼婚 其实这个结婚啊 就那么回事 嫁给谁不是嫁呀 我要是个女的 谁有钱我跟谁 行吗 笑什么呢 阿云来了 阿云 你怎么来了 我娘啊 让我给你们烧点东西 还有给取鱼棍的 那都是一家人这么客气干吗 一到给取鱼棍烧就算了 行了 我娘是心疼你们 怕你们没有吃的 怕你们饿着 这不都说好了 明天不就过去了吗 赵月 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 什么事儿 陪我去一趟取鱼棍他们家 行 哥 那我陪彩云去一趟 彩云啊 你这一个人去取鱼棍家 是不是有点害羞啊 月儿 你陪他去吧 接着早点吃饺子啊 彩云 你也一道回来呗 他娘 我内疚什么 我内疚什么 你刘玉光无情 就别怪我无意 我可真羡慕你 没有爹娘管 我还有哥呢 毕竟是你哥啊 是同辈的 也是啊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还和一关哥 谈结婚的事 你还想着他吗 想 当然想了 去吧 彩云 那你怎么跟取鱼棍结婚呀 我想通了 结婚不就是过日子吗 没感情也可以过呀 可是玉光哥 玉光哥就不一样了 不管他在哪里 不管他跟谁好 他永远都在我心里 这个啊 谁也管不着 走 彩云啊 那取鱼棍 他一定扶你管 虽然他不那么爷们儿 可是你说什么 他肯定都听 是 我已经决定跟他结婚了 就只有想他的好了 对了 赵云 我求你一件事 我呢 给一坤做了一件衣服 麻烦你帮我送过去 就说是你做的 还是你去吧 我 拜托了 行 明白 姐 张镇长来了 姐 我说啊 你别老在镇上待着 到村里来走走 这样身体好 腿脚也好 你断练都到镇上了 也不来看我一眼 不是 我大小也是个村官啊 我也忙啊 不过我再忙呢 不如我这个 当镇长的外甥吗 坐坐坐 坐坐坐 你过来 我给你说点事了 好 你们吃好了啊 好好好 姐 你照顾着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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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 深深迷迷的 都是你一直关心的事儿 刘玉光的事儿 有眉目了 你说说 我说 你怎么就一直这么关心他的事啊 每次都问 这事儿啊 这事儿啊 说来话长啊 简单地说 他父亲以前救过我的命 后来他又救过全村人的命 有句俗话嘛 虎父无犬子 我就不信 俞光能干出这种闹事儿来 算你说对了 县里面啊 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打人和伤人的事儿啊 和他没有关系 所以呢 对刘玉光这事儿呢 县里面 就不追究了 不追究了 不追究了 没事儿了 这事儿啊 就这么结了 行 帮我照顾一下啊 我出去等 你 你 就 就 你们咋子啊 有火这火不在 你急什么啊 别说了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排成一排 别人怎么走啊 走 删开删开删开 你说什么 怎么在这儿放炮啊 炸了火怎么办呢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 葵叔啊 你干吗去啊 没事儿没事儿 怎么急急啊 老嫂子 葵叔 粉辣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哎呦 能有什么好消息 玉光 是 是玉光 是玉光 我跟你说啊 谢礼啊调查清楚了 不追究她的责任了 真的 还真的吗 没事儿了 真是谢殿谢你 那葵叔 谢谢殿谢你 你可望 你大一大过啊 哎呀你都怕了快一点了 不是 孩子回来了 高兴吗 应该高兴 对呀 高兴 不是 高兴 你怎么把她接回来啊 我这么把她 有鬼叔啊 那能不能接那个村里的那条啊 是是 那不是咱自己家的吗 对对 那 那不收拾了 快走啊 不收拾了 快走 快走 喂 喂 他叔啊 是俺 你是 俺是 刘玉光的娘啊 哎呦 老姐姐 对 对 你好 哎 村里啊 对玉光这个事啊 有结果了 哦 哦 让俺呢通知她回来 这么说她可以回家了 对 那个 她现在还在江苏 老姐姐 我们这儿呢离江苏近 你放心吧 我呢 派人是找她 好不好 行 那俺给你寄过去 哎呦 他叔啊 真是麻烦你了 哎 谢谢啊 谢谢 好 再见 好 再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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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次来的那个萧老板 好 玉光不是一直往家里寄明信片吗 哎 上边啊什么都不写 只能看油撮 萧老板说了 把那个最近那张啊 给她寄过去 她有法子查 哎呀 挺好的 是啊 老嫂子 老板回来了 嗯 这样 你回家 跟着义坤好好过个失火 是啊 按这个心哪 啊 终于踏实了 家包酱子去 对 他亏叔啊 你也过来吃 啊 你先回去 哎 那我先走了 哎 再走了 跟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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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爹 娘 俺先回了 爹 娘 俺先回了 爹 娘 俺先回了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八 二十 你那个破篮子补了多少回了 扔了吧 补补啊 还能用 扔了怪可惜的 你那手怎么在抖啊 这手啊 抖了好几天了 这心哪 越发慌 这手就越抖 是不是俺哥要回来了 你激动啊 可能是吧 娘一想到你哥呀 心就发慌 手就发抖 爹回来了 我给爹放电视 别停 说说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好 哥 爹 哥 爹 好 爹 爹 爹 都成棒小猴子了 爹 儿子 想死爹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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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儿 娘 回来 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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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江苏跟浙江差不多 但是跟咱这儿 差别可大了 连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这个给你的录音机 给我的 最新款式的 什么假的给我的 那可不是 定要我告诉你啊 以后有机会 还要跟哥出去 长长见识 这个录音机给我的 我当然想跟你出去了 就让娘不同意 看 你看 娘 您穿这个真好看 好看哪 她身着呢 漂亮啊娘 跟城里人一个样 这花了不少钱吧 娘 那个城里头人呢 平时穿的就是这个 不贵的 你看 你出去啊 挣着辛苦钱 不该给我们 怎么能买这些东西 这次我虽然是被逼着出去的 可是我正是开了眼界了 我就觉得 咱们那个国家 真是太大了 该学的东西 也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觉得自己 这一个脑袋啊 都不够实大 那再加上 我一个脑袋啊 好好好 来 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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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学的 来 来 来 学的 来 学的 太别在国家 找她脑袋漂亮呀 最早上个大胖球呢 真的 来 来 来 好好好 使劲喝啊 好好好 今天一定要喝醉了 好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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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高兴了 是呀 对了 那个我刚进村的时候啊 我就见着迎亲的 咱们村谁结婚呢 取一棍 取一棍儿 娶媳妇了 一棍儿都娶媳妇了 哪个村子姑娘啊 玉光啊 你 你说你刚回来 一定很辛苦 娘啊 给你做点好吃的 娘 这是我给彩云买的 您觉得配不配彩云哪 好不好看 好看啊 哥 太好看了 彩云姐肯定喜欢 真漂亮 娘 走走走 咱 我帮你做饭去 对对 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哥 你在这歇着 累了 好 那一棍儿好玩不 好玩 爹 放心一点说 你说 奶奶不用说 奶奶现在没在这儿呢 说吧 我孤家人喽 什么 我采用孤家人喽 你采用孤家人喽 你采用孤家人喽 要嫁的是你爹 是我 我采用孤家人喽 嫁的是曲衣棍儿 真的 真的 我姑好久都没来看我了 爹 你快过来看电视吧 咱家的电视可好看了 啊 孤一坤 爹 爹 李坤 你爹是怎么了 我爹又走了 你跟你爹说什么了 我 我跟我爹说我不吓人了 我爹就走了 什么 你 玉鸣 赶紧到渠户家去 把你哥拦住 一定拦住 快去 跪点的 你 金哥 来 来 来 再喝一个 再喝一个 金哥 谢谢啊 俺取一规一辈子 都忘不了你对俺的恩情 把他就倒了 我倒马 来 来 来 妹子 恭喜你啊 干了 干干干干干了 喝了 喝了 我干了啊 哥 你就是干什么呀 哥 哥 干什么 滚开 走 跟我走 滚开 你别进去了 走啊 你走开 你进去了 不送 我进去 让我进去 不送 我进去 走了 我他们就是想不明白 我要问全口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 哥 走开 今天让人笑话 走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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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啊 你说什么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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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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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等我 为什么 为什么不等我 为什么 为什么不等我 为什么 哥 哥 为什么 为什么不等我 他倒了 台元姐他倒了 是他家里人不让啊 他还一年 那么一天 一天我就回来了 为什么 不要说了 就是缘分的 你们俩没有缘啊 哥 哥啊 我赶紧跪下了 哥 我对不起你啊 对我错了 我还有个重要的事 没赶紧做的 我爱的魂 要死也是我去刺啊 站住啊 别动 哥 我的梦 是一口孤寂 却永远 抓不住 我爱的魂 是一口孤寂 什么重要的事 是一口孤寂 哥 我爱的魂 哥 你真的不怨我吗 这件事 玉米啊 你说得对啊 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能再改变 那就让它过去吧 玉米啊 哥为你高兴啊 你长大了 哥 哥 你出去这一趟啊 说话都不一样了 你知道哥 在外头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吗 咱爹不在了 这个家就靠咱哥俩 咱要让娘让伊坤过上好日子 怎么办哪 只有走出去 走出去才能挣着钱 才能让咱的家好起来 靠谁啊 只有靠咱自己 哥 你说得太对了 咱是得走出去啊 咱就得靠咱自己 哥 以后我都听你的 来 这人可真实 colours 这人可真是老狼 嗯 嘿 哎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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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给您添乱了 以后我会挣钱 让咱家过上好日子 娘 这钱本来是用来取彩云的 娘 现在给家用吧 家里不用 娘啊 给你存着 娘 娘 咱家亲村里的钱不还是没还上吗 还上了 娘 这一年 你们是怎么过这日子的呀 紧巴点呗 农闲的时候啊 娘就编点筐啊 篮子什么的 让玉冥拿到急上去卖 凑够了钱哪 就还上了 好 没事啊 娘 没事 你说苦啊 再苦 也值 你看 现在 你不是没事了吗 还赚了钱 好 妈 妈 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没事了 不是我照顾说你 你小子在南方会那儿熬的 这媳妇也有了 回来干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呀 没有的事啊 这臭小子 这张臭嘴 走啦 没媳妇 还回南方吗 回 还定回 谁信哪 没媳妇还回 有好戏干了 谢谢队长 走吧走吧 队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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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可回来了啊 队叔 回来了 行 这回你娘啊 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我听娘说 我这事 多亏了奎叔 谢谢了 那行 要想说谢我的话 那就告诉我 这几年 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都去哪儿去了 行 走 再一边走一边说 哥 哥 特大幸免 哎呦 不 你怎么还在这喝酒啊 你怎么还敢到我家里来啊 行行行行 哎 古人 古人都说了 这要抱怨短 抱恩常 这都一年都过去了 啊 你这记仇的事情也太长了 我可说 不来这样的 刘屁快放 刘玉光回来了 我在路上碰上他 刘玉光 我给他个胆他赶回来啊 给我瞎啰啰 奎叔 咱们村的人要是 农忙的时候种地 农闲的时候呢 把自家的蔬菜啊 运到南方去卖 那咱们村的人 不都富起来了吗 是不是 你想法倒挺好啊 不过这道太远了 咱们菜运去的 那还是菜吗 再说人家有卖菜的 咱去了不占人地盘吗 好 奎叔 咱们村种的主要蔬菜是什么呀 蒜苗大蒜 那大蒜能放多长时间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可这不实际啊 奎叔 现在是市场经济 什么是市场经济啊 市场经济就是 哪有市场就可以到哪去 人家哪有市场 咱们可以过去 咱们这有市场 人家也可以过来啊 这平道是本事 不是说拼谁地盘的 你小子啊 出去一趟见世面了啊 说话一套一套呢 你说刘雨光真回来了 回来了 我在路场问他呢 我说娶媳妇没有 他没说娶也没说不 我问他还回南方吗 他说还要回去 我跟你说哥 这事咱关系好 要不然我才不管这个呢 好 行了哥 有俩菜就得了 别忙活啊 再给你牌子上用它 干 干什么呀 决度啊 算账的日子到了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我临遍 真去啊 别说是我说的 还有个事 我想问问你 你跑的时候 听说顺便救了 赵半瓶买的媳妇 没错 一人做是一人当 那个姑娘叫萧萧 是我救她走的 她是哪儿的人啊 听说是南方人 她是浙江人 当时还是个高中生 准备高考呢 现在已经考上大学了 她怎么就 跑到赵半瓶的家去了 她在老家的时候 被人贩子迷晕了 拐到这儿 卖给半瓶的 我说这小子 从人贩子手里 买媳妇 这是犯法 亏叔啊 这事呢 也不能全怪半瓶 当时她是被人贩子骗了 她也不知道实情啊 再说了 咱们村不也是有过 买媳妇这种事吗 有是有啊 可上头天天讲 贩卖人口是要判刑的 不过你做得对 救了那姑娘啊 就等于救了曼平 她可不这么想 心里头恨死我呢 别跟她一般见识 这事啊 你别找她 我跟她谈 爷爷们啊 做得对 是条汉子 我也是碰巧了 行啊 回去吧 帮你娘在地里干点活 好 亏叔 有空到我家去 咱们喝一口 一喝酒啊 你就像你爹啊 行 那天咱俩好好喝喝 行 那我走了 走吧 走 我今天我就跟她没完啦 刘雨光 你要是个爷们 你都没给我出来 别他们躲着 别笑话 你笑话可贫笑话 我这 我这几年 我变大方了 我今天 我今天都把论死她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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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葵叔 葵叔 葵叔 娘 你回去吧 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行了 那个水呀喝磨呀 都在那儿呢 好 我知道了 玉光啊 你能回来 哎 娘这心里呀 真踏实 哎 我 还得子 呀 啊 我 你 在那儿呢 嗯 啊 啊 嗯 呵呵 什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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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平啊 你来得正好啊 我还打算这几天去找你 跟你好好谈谈呢 你谈个屁你谈 你把媳妇给拐走了 你们俩好上了 你现在害的我是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你不回来也就罢了 你回来了 咱俩这账出来接了 怎么接 行 决斗 算了吧 冯平 我站在这儿随你打 行不行 你狗屁你 你侮辱了我不够吗 现在咱们村的人 谁都看不起我 你现在还要这么侮辱我 你就完没完了 说呀 行 冯平 我答应你 哪儿 哪儿开始的 哪儿结束 小松林 这个赵冯平啊 我非把他关监狱不可 对对对 是应该好好管管你 你小子也是 小声的人满嘴跑火车 我在劝架呢 我也拦他们呢 可是九疯子就上了 我根本就拦不住 你不火上浇油就算记得了 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 我是看他没抄我 刘玉光他没人家地那儿去了 听一听啊 赵拜平和刘玉光去小松林 所以你专门 小松林 快走 快走 约平哥 那是当然了 迟早的事 约平哥 不好了 你哥和赵拜平决斗了 带小树林 什么 决斗 你哥和赵拜平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帮我照顾好刘玉光 走 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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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醉了 等你酒醒以后再说吧 你说什么给我废话 我酒醒了我还打不过你了 我不能赶你便宜 你给我站住 你要不是个爷们儿 你就走 你敢拐待我媳妇 你怎么就不敢跟我单挑呢 你要走也可以 当着咱们全村的面 说你怕我赵拜平 说你服了我了 好 看半天啊 我告诉你 我不怕你 我更没有对不起你 决斗是吗 行 我答应你 什么方式 老法子 老法子 来 来 大爷大爷 刘玉光回来了 赵拜平就跟他决斗 就在小树林 决斗 为什么呢 还不是回来赵拜平买的媳妇 被刘玉光带走的 这不死人呀 你打准重伤 都说赵拜平疯了 你干什么去咱们 这不死人呀 这打准重伤 都说赵拜平疯了 你看到的 好了 你 三斤能耐啊 行 你这一棍子轮不死我 我让你死了 来 你以为你手下留了情了 我就饶了你了 说明你心虚了 老子不理你这个情 哥 玉门 玉光哥 三斤 哥 你干什么 玉光哥 哥 玉光哥 哥 欺你的 脑子我偷懒你 玉门 冷静 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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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呢 张玉门 张玉门 玉门 干什么你们啊 快 哥 玉光哥 玉门 马 kald 把刀 羊玉打 你的 不是 电子 快 然后 这是我们两个人 私众玉门 你甭管 你 forecasting 你求你 drag dermat 你怎么私人的愿呀 还格斗起来了 我一个女人 还学外国人 是不是太好 斗气呀 黑叔 今天我跟半平在这儿 把我们之间的私人的愿谅了 今后就不会再麻烦你了 半平啊 我欠你的已经还了 你欠我的 一笔勾销 我欠你什么了 好 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了 那个萧萧她是我救走的 她现在已经考上大学了 我跟她没有关系 这就是事实信不信由你 你跟她没关系 我欠你什么了 我欠你什么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留这么多些鬼父 我没有说没有火吧 快走你愿意 快点快点快点 快走 快走快 大火 你快走 慢点 大火 你家邪了 你心里痛快了 行 你是个英雄 我才会儿 来 那我真要想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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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还疼不疼啊 不疼啊 爹看到一坤就不疼喽 帮爹穿鞋 哎呀 一坤真能干 走 爹醒了 奶奶爹醒了 爹醒了奶奶爹醒了 一哥 没事吧 你慢点 你慢点 快点 快来慢点 上这坐坐来 我这睡了有多久了 两天 爹睡了两天 这么久啊 嗯 骗爹的吧 没有 就是两天 真的是两天 一坤说得对 那个 大夫说呀 你这脑子什么事 哥 你跑了 起来了 对 就是大夫说了这个 就是这个脑子被那个 棍子给震了 让你多睡觉多休息 有这么严重吗 有 快来 一坤 喝水 去给宝贝驴子喂料去 一坤不错 都能帮家里做事了 是 哥 你不知道 一坤现在可能干了 我溜驴子啊 他喂料 一广啊 你到头还晕不晕 不晕了吧 行 这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看看 哎呀 你慢点 你慢点 哎呀 这个可恶的赵半瓶 下手居然这么黑 这比让我早晚跟他算 哎 都过去的事 算什么算 坐那儿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哎 你哥挨这一棒子 就和赵半瓶那事 就扯平了 明白吗 再说了 这老赵家呀 也不容易 为了买个媳妇 花了那么多的钱 结果 什么都没落下 这还不是让人贩子给骗了 对了 你要有本事 你就把那个人贩子给抓来 啊 你把钱给要回来 你说窝里乱 你算什么爷们 娘说得对啊 这半瓶心里头也苦啊 我说 亏叔 亏叔 我说就看了四天的文件 还有这些杂志 你继续看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继续看啊 我说亏叔 你这 你这还看啊 你 不是你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你要不你打我一顿 你骂我一顿都行 你就 我求你你给我发句话 行不行啊 好 大娘 月儿 雨冠哥 你醒了 雨冠哥 你醒了 你醒了 这给你 好啊 好啊 摸摸身子 摸摸身子啊 那太好了 雨冠哥 你好了就太好了 要不俺这心里 别提多难过了 这两天呢 赵月儿啊 天天来看你 都管那不争气的哥哥 从派出所回来 就让魁叔 给天天调到村委会去 魁叔叫他干什么呀 魁叔 魁叔也不打他 也不骂他 就天天让他看报纸 看杂志 也不跟他说话 昂哥说了 那比打他骂他 还让他难受呢 也不知道魁叔 这葫芦里啊 卖的什么药 魁叔啊 可会治人了 魁叔 魁叔 我错了 你知道错了 你说说错到哪儿 我知道错了 你还说 这么说吧 我这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啊 啊 我感觉自己 很对不起党 对不起人民 更对不起组织 你啊 不要老说空话 我说的不是空话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看了那个 关于人贩子的案例啊 我觉得我很危险啊 我就好比 我站在那个悬崖边上 这种事以后坚决不能再干了 啊 还有 不应该打流浴光 喂 知道错了 错到哪儿说说 你说说 不行 我这交代完了 什么 哎呀 我知道错了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哎呀 我这个混蛋 我不知好歹 哎呀 行了 怎么个不知好歹法 你说说 我 我错怪刘浴光了 你混知道不 这不能怪刘浴光 刘浴光 要不把那姑娘领走 公安局早娶你了 知道不 不是有这么句古话吗 塞翁失马 严之祸福 行了 你回去吧 啊 可以走了 啊 要不在这儿吃完饭再走 不不不不 不用 葵叔 那我走 我走 好 哎 哎 哎 那 葵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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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科技杂志 能不能借我回去看看 好不好看看 啊 别老做坏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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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月啊 啊 啊 你哥怎么会认为 我跟那肖肖好上来啊 你不是定亲了吗 哎 你去 哎 什么时候定的 啊 我知道了 赵月我知道 这事情 玉明已经跟我说了 是他撒的谎 啊 撒谎 啊 而且我也知道 是你哥 把彩云介绍给曲玉贵的 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咱们谁都不要再提了 我谁都不怪 真的 那 你也别怪彩云啊 彩云这一年 心里也挺苦的 他都到俺这儿哭过好几次了 要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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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以为 你们好上了 他们家人再怎么逼他 他都不会同意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就是命啊 命啊 他也这么说 哎 这人这命啊 天主地 说话办事 上对天下对地 对得起自己良心呢 就行 娘说得对啊 那行 玉光哥 你身体好了就行了 俺就放心了 大娘 俺走了啊 哎 哎 这让你费心了脚业 没事 来来来 姐姐姐姐 行行行行行行 Hu 这里来这里 柳玉明 你说话 到底有没有跑完你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敢撒谎 你知不知道你这银血环 会派了海云派了一哥 一辈子你知不知道啊 我当时就是随便一说 刘玉明啊刘玉明 你还你 你还害得我跟你一起撒谎 不是 我当时就是听你说 他们家要把采源嫁给渠棍 我就来气 俺家是没钱帮他们 俺哥又犯着事 他们宁愿把采源嫁给渠棍 都不嫁给俺哥 不嫁算了 俺哥又不是找不着 采源他爹 他娘是不对 可是采源是一心等着你哥的 就因为你这一句话 他才彻底死心的 你知不知道 事情都已经这样 那怎么办呀 别怪俺 俺要当时 要让采源 亲自问你娘就好了 别生气了好不好 现在怪谁都没有用 以后 咱们给两哥 寻个比采源更好的媳妇 不就行了 你长不大的孩子你 赵玉 你别生气啊 小芳 你别生气 你放开我 你别生气 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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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你别生气行吗 是我错了还不行吗 赵玉 我这时候 姐妹 下车了 你吃吃饭 回娘家 心情情 就叫蛤蛤 就只有饭茶之花 谁叫你们的 谁叫你们的 臭孩子你呗 你找我打什么呀 嘴子没人了 嘴子没人了 大娘 这孩子 媳妇 你这儿上哪儿呀 俺出去走走 我陪你呗 不用 没事 陪你出去转转 俺去找找赵月 找赵月呀正好 俺去找表哥有点事 走吧 走啊 俺不去了 俺累了 那回屋歇着啊 俺给你倒水 来 衣柜在家呀 魁叔啊 魁叔 你的新媳妇呢 刚从娘家回来有点累 屋里歇着呢 这家衣柜啊 我找你有点事 说魁叔 都说你这地里出黄金 我想啊 再问问你 你用了什么方法啊 没让这地闲着 你问啊 这事啊 客叔 来 坐 坐 坐来跟你说 这地啊 头年 种大蒜的时候 顺便 种上菠菜 都开吹了 菠菜收了 再加上架子 种黄瓜 黄瓜收了 顺着架子 再种豆角 你是套种 那一亩算地出多少菠菜啊 三百多斤吧 只要拿县城去卖的话 一斤卖多少钱 魁叔 这事还得跟你说说 咱这菜新鲜呀 拉到县上好多人抢 怎么着也得卖四五毛呢 还有啊 你种的只是菠菜 要再加上豆角 你小子 这一年不少收入吧 行 就这么定了 顺叔 定什么呀 定你给村民讲讲 怎么套种 宣传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名字就叫这个 四中五收法 行吗 你后来给宣传宣传 快说 不会教人 再说 就是小打小闹 这俗话说 就是 直头占命 舔不饱人的 你 你坐下 我跟你好好说 你坐你坐你坐 今天我在镇上开了个会 镇领导啊 让各村呢 想办法支付 目的就是啊 多有收入 我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我想到了你呀 如果全村都按你的方法 咱很快就能付啊 是不是 我给镇长说了 镇长说 先让咱们村啊 搞个实验 等成功了 再向全乡推广 回头镇长来视察的时候啊 我让全村开个大会 你上台好好说几句 不就行了吗 魁叔 不行 怎么 见不了那么多人说话 再说 说话的时候 会打哆嗦 你 你哆嗦什么 就说话嘛 站好就行了吗 我告诉你 咱村的老老少少 可都看你的了 坤叔 坤叔 这 都怪我多嘴 这是 这是 这是干嘛 哥 你歇会儿吧 您才刚好 可爱是的 你真要把咱们大蒜 拉到南方去卖了 我想 先进到县城去看看 县城什么价格吧 我这刚回来 又要走 还带上你 又怕娘担心呢 这一年啊 娘虽然没说 但我看得出来 娘没有一天不挂念你的 以前上学的时候 学过儿行千里母丹游 现在我算是真正知道 这句话的意义了 真麻烦 我以后啊 最好别有孩子 反正留家相复 已经有意困了 我就自由自在的 好好多玩几年 谢谢爸 玉鸣 带点儿送回家 走 好 走 走 怎么了哥 走啊 我忘了件事 得回去一下 什么事啊 我答应医坤给他买个东西 很快就回来 好 好 蔡英姐 你怎么不进去啊 你 你哥在家吗 不在啊 他刚才有事走了 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 那个 他那头好了吗 没事吧 刚才还跟我一块儿在地里刨大算呢 那就好 那就好 你有事啊 我帮你转告一下 不用 俺没事 那 俺先走了 天天抱着杂志看 能看出镜子呀 能看出镜子呀 这个书中自有黄金物 书中自有 看跟你说你也不懂 是不懂 没有你有文化 可俺知道 地里的大蒜多放一天 那就晚一天换成钱 等我研究好了就下地 等你研究好了 那大蒜都化成水了 再等等 再等一等吧 以前抱着酒瓶子补饭 现在抱着杂志补饭 也算进步啊 月儿 在家吗 月儿 小云啊 表哥也在家呀 我刚才在院子里头 怎么没看您家算呀 你在地里睡觉呢 还在地里呢 要不要我帮忙 帮什么呀 等人家研究完学问再说吧 好 这么晚出来 衣棍没盯着你 盯着可紧着呢 就跟看贼的一样 今天是她娘病了 她去县城 所以我才有空出来 怪不得 那你今晚跟俺家吃饭吧 不了 你要现在有时间的话 咱俩出去走走 行 走 表哥我走了啊 爬 媽 你 你看 我 你 回来 吃